今天和大家來到中山的火葵黑白區 和大家看一個港人紅館 叫做月秀劍法灑月 這個客廳差不多有3.5米 3.4米左右 樓底大概都會有3米 意思是我們坐在床上 我們看出去 整個圓林的花園都是非常漂亮的 如果是現時購買的話 還會有送兩個套餐 大家可以見一下我們的 蘋果上面都會有寫得非常清楚 數量有限 先到先得 是嗎?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 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 令血管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家就有魔術職格 V家15分8分鐘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i 今天來到中山的火具開發區 跟大家介紹一個港人紅盤 叫做月秀建法灑月 這個項目是位於中山的火具開發區 周邊的配套都非常成熟 目前我們跟大家介紹的圓 八十九方還是三方 首先它是一個兩梯四貨的設計 首先我們入門會有一個紫紋的紋門 這裡的門非常之重手 而且它的顏色搭配都比較屬於時常 左邊會有圓關 但圓關不是交付標準 後期可以自己安裝 然後我們一個高度的空間 這一層都可以做收納空間 我們看看示範單位 在這個牆壁其實都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做出來一點點都可以的 我們就變成了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收納空間 進來是一個非常傳統的 餐客聽得看法的設計 這邊外面放了四人的餐桌 裡面是一個小的U字形廚房 但這個八十九方是可以放在 雙開門的雪櫃位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膠錶 它的抽拉式的水龍頭 接著是雙聲盆的設計 都方便我們日常的住一食 還有它會有窗的設計 我們看看它這個插鬚的位置 都是非常之有質感的 它都加了保險的按鈕 我們照下來看看客廳 這個客廳差不多有三米半 三米四的上下 樓底大概都是會有三米 兩米九 最重要是我們看看外面 它這個露台足足有六米五的長 而且這個露台還贈送了一半的面積 如果我們買回偏一點 可以看我們圓林的這個泳池的景觀 它的泳池分為成人池和小朋友池 它整個圓林的規劃都非常漂亮 就是會有一個中式的圓林 而且外面還有一條跑道 所以見法的省穴 它這個圓林做得非常之不錯 所以我們都非常深受我們港人的喜好 我們再進來看看 這個傳統的動靜分區的一個會形 我們進來是一個衛生間 進去試一下和大家試一下這個位置 這裡會有窗台 方便我們老人家如果在行動那邊 可以坐在這裡洗澡 還有一個收留的空間 馬桶、洗手盆 好 對出來這邊就是一間連通 可以連通露台的房間 這間房間可以放一米半的床 然後可以坐到三米六床位 兩個床頭櫃可以的 這間房間也是比較方整實用的 還有一間兒童房 這間房間呢 到時候我們可以放一張托托米 做一個兒童房去使用 這間房間會比正式的房間 小一點點 但是也是可以做成一間兒童房的 最後就是主人套間 主人套間也是這樣佈入式的 然後廁所就不會對著床 這樣就非常好的設計 它的廁所做得也挺大的 89方 兩個衛生間的空間也不錯的 出來我們看看房間 這裡還有托托窗 如果開了之後 房間也會形成一個南北對樓 比較少見 89方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整個空間的使用率 我們所說的托托房率也非常高 高實用率 可以放在米8的大床 身邊的六床位 而且在我們床上 然後我們看出去 整個圓林的花園也是非常靚仔 還有一個超長的飄窗 南向的一個採光面 以上就是這個89方的三房 目前見法曬月的均價是14500左右 接下來還有一個大小小的圓林 大家可以跟著身邊一起看看 現在和大家看的是 大小小的113的圓形 這個圓形是屬於一個單邊的位置 所以它的私密性會更加高 是一個四房的設計 首先入戶門 我們剛才也介紹過 是指紋文碼交錶門 後面這個圓桿櫃和這個鏡子 要自己做回 這個圓形一天到來 就會有一個廁所和一個房間 其實屬於一個小套房的設計 如果這間房間是被掌輩使用的話 那就最好了 三段式的乾濕分離衛生間 有窗的設計 這邊的這間掌輩房 我們是望向外面的城市景觀 我們看看外面的小區 其實樓下的底箱全部都已經開了 都可以滿足我們一個 日常的生活所需 這樣的一個生活配套 如果我們還想享受大型的購物店 我們可以去到 大概5分鐘至10分鐘左右的車程 去到太陽城、德總廣場 和一個百會廣場 以及我們中山的會展中心 都是在我們項目附近的 大概也是一個5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大家還想享受市區的配套 都是屬於一個20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享受一下 我們中山、石崎、東區和西區的 這樣一個城市的配套 這個113方是一個橫廳的設計 是我非常喜歡的橫廳 這邊的廚房做了L字形 同樣可以收納擺一個 雙開門的雪櫃位置 這邊有一個窗台 窗台和房間開了窗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南北對流 這個餐廳都非常之大 可以擺放一張六人的餐台的位置 這邊就屬於客廳的開間 今天天氣有點陰 但現在也有點太陽 陽光照進來 所以這個朝向非常之好 是望遠的南向景觀面 這邊的一個露台 我們可以看一下 延伸至這個位置 是一個L字形的露台 長老台 而且這個長老台 我們的面積還要是贈送一半 OK 客廳呢 我們就放了梳化 對面是電視的背景場 也是屬於橫廳的設計 但它橫廳的設計 但它可以做到真正的動靜分區 有一個轉角進來才是房間的位置 所以說它的私密性都非常之高 轉過來這邊的正區 就做了三間房間 首先這邊就是一間兒童房 兒童房 我們就放了塔塔米的設計 以及這邊是放了雜物的空間 即是我們收納櫃的空間 這邊還有一間兒童房 所以這個 我最初就說了三房 其實它是一個三加一房 這間房是陽台部的 所以都會送一半的面積 現在是下午的時候 都非常之開陽 這邊 最後就是主人套間 主人套間也是選擇得非常好 它這個佈局 它是做了一個轉角形的衣服間的位置 這邊我們可以放衣櫃 同樣的 這一面都可以放衣櫃 轉過來就是廁所 廁所我先試一下浪漬間 做了推拉門 正好 對於女生來說差不多 但我不知道男士會不會擲 好 出來這邊就是我們的主人套間 主人套間除了剛才的位置 可以放這個衣櫃之外 在我們的左手邊 同樣都是有一扇的 我們放衣服的位置 這邊也會有一扇窗的設計 跟剛才的八十九有點像 開了窗之後 都會做一個南北對流 這邊也會有女生最喜歡的梳妝台 床的話 這個是放咪板的床 如果是我們放咪板的床 去到這個位置 同樣都是可以做到三邊的陸床位 這邊還有超長的飄窗位置 外面都是望向小區的花園景觀 以上就是113方的四房會形 如果是現時購買的話 還會有送兩個套餐 大家可以見一下我們的屏幕 都會有寫得非常清楚 數量有限 先到先得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都可以聯絡我心意 拿些資料看看 我的電話是936-0995 936-0995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感興趣 對中山的所有項目感興趣的話 同樣都可以聯絡 咨詢回我 以此我們還有香港出發的 即是流流體樓團 全程都有專車接送 今期就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記得按讚 拜拜 字幕臨時